中国春茶采摘加工正在忙碌的进行中 茶农合经销商期望 今年市场蓬勃发展 他们不仅获得丰收 也得到了地方政府在相关的政策上也得到了支持 那么有关当局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以帮助茶产业建立线上销售平台 并扩大合作伙伴的关系 中国湖北省和江西省当局已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以帮助当地茶产业建立在线和离线销售平台 并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合作伙伴关系 在湖北仪昌市 茶叶种植和销售 在以往的脱贫时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也在促进五丰土家族 群众就业增收以及乡村振兴 直至现有关部门制定优惠的收购价格 以确保农民的利益 交易价格普遍高于往年 去年买五十块钱 今年就会买八十 都一百 该县的金融行业积极为当地茶企 提供无息货款 以平衡茶叶购买成本 并减轻资本压力 今年江西的一些茶园 采查的时间比较早 地方当局启动了覆盖面馆的 盐质商务系统以促进销售 在甘州市上游县 建立了在线和离线交易平台 茶叶销售商可以充分利用流行的 实时流媒体和发达的物流网络 很多外面的客户进行我们的线上抢购 也把我们现在已经做好的茶叶都抢购完了 上游县拥有茶叶总产值达8820亿英尼吨 产量占甘南地区茶产业的一半 截至目前 甘州市村茶销售工计 4200亿英尼吨